好 好 那麼 作為主播主 這個觀眾會很在乎容貌嗎 我覺得是我對自己的 一個要求 就是像我 因為我覺得我們有時候都要 上鏡頭或是要拍照 我就希望就是那種零死角 就是人家一拍我就好漂亮這樣 我就不希望就是會有一點點缺陷 所以像我譬如說 像你說皮膚我也是 就是我也很在意我的皮膚 然後變胖了我也很在意 就是我會只要變胖 我就趕快減肥這樣子 對 妳現在幾公斤 我現在四十八 幾公分 一六六 太瘦了 標準 一六六 四十八公斤 太瘦了吧 標準 以要上鏡頭的話這樣算是標準 因為我們一百一的話 你要五十六公斤 對不對 對 你瘦了八公斤 就為了想要好看 好看很重要 對啊 那你就 你又一直用漂亮去 這個當直播主 壓力很大 對 你直播的時候就這樣 對不對 然後你就不用太在乎那個外表 就醜到不行就不會在乎 就一開始的登場就是一醜 我這件事情見人就OK了 對不對 對 OK 好 這個另外呢是Tag 有個好朋友 在十年前去割了眼袋 算了 我本來是說好朋友 我就承認是我吧 怎麼你十年前去割眼袋 對 我就是十年前去割了眼袋 當時我的眼袋是這樣子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一樣 一邊很明顯 一邊比較沒有 那我當時就是也是一樣 是因為大小眼袋 所以我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笑的時候就是老態很重 而且因為我國中的時候 我是轉學生 然後我進到教室的時候 班長是含起立立正敬禮的 就是我是一個國中轉學生 但是班長以為我是老師的那一種 所以你就知道我當時是 長得有多老成 然後皮膚也不是狀態 也不是太好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我如果賺錢 我應該是要好好去弄一下我的臉這樣 好 那時候也是經過朋友介紹 他就跟我說他去開了眼袋 也是一個男生 然後當時因為他還在恢復期 所以我其實沒有真的看他到底 恢復的狀況如何 我只是問他說 因為那時候沒有什麼錢 我就想要便宜就好 我就問他說你開這個很貴嗎 這樣他說一個眼睛三萬 兩個就六萬 如果你要開的話就是有折扣這樣 我說那你幫我問折扣多少 後來是四萬 那我就去詢問的其他人 一問之後發現他的四萬 真的是算便宜的 所以他還沒有完整 但是我就覺得 那我就為了這個四萬塊 我要省一點錢 所以我就去了 好去的時候 那時候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緊張 然後醫生 其實現在割眼袋都是把你的下眼皮翻開 從裡面割 外面不太會有傷口 可是大家如果仔細看 我是割在外面 所以裡面翻出來 對 他是裡面翻 我那現在是這樣子 以前我是從外面割開 然後你會發現 我其實這裡有往下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意思是給我這樣割開之後 往下割的 照理講不是應該要往上 怎麼他會往下 可是因為你當下第一次他在割的時候 因為眼睛你是從頭到尾都是張開的 所以都看得到那個刀子 在你的眼睛旁邊畫 那你發現他往下畫的時候 你就說醫生為什麼你往下畫 他就說這樣子 你眼睛看起來會比較大顆 我想說可是我只是割眼袋 我沒有要讓眼睛大顆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他已經割了 你要跟他說我眼睛就是太大顆 所以有困擾 但已經來不及了 就是他已經割了 然後後來他割完之後 他就放兩塊肉給你看 就一個是這個一點點的 這個小眼袋的一小塊肉 然後另外那個比較大眼袋 他就真的割了一塊肉下來 他把你這個眼皮 肉還是脂肪 我覺得我不知道是肉還是脂肪 其實我也分不太清楚 因為他那時候就是割開之後 把皮往下翻 然後用剪刀就把那個剪下來 然後就放在旁邊 有麻醉 但是其實你全程都看得到 因為你的眼睛都還是看得到 而且你只是局部麻醉 所以你講話什麼都還很正常 那兩個肉呢 就老在那裡 我還有咳嗽 唉唷 沒菜 有一塊比較大 一塊比較小 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我大概修復了半個月左右 然後那時候其實已經開始有點後悔了 因為本來我的眼睛 其實是算蠻正常的 但是因為做了這個手術完之後 我發現我超級會流淚 所以我不知道鄭大哥有沒有發現 我有時候在節目上 就比如說老師在講講講 我就忽然會眼睛會流眼淚 其實也不是感動 但是就是你現在割完之後 我懷疑他割到我的淚餡 所以我就很容易流眼淚 然後後來我有問我另外那個朋友 他說他也是一樣 就是他割完了眼袋之後 他就發現他其中一隻眼睛就超級會哭 然後我們可能比如說這個燈光啦 或者是風啦 只要一吹 我那個眼淚就會不爭氣的 不爭氣的就掉下來 有時候在聽人家講故事 就很好用 因為他會莫名其妙掉下來 你就覺得你聽得好仔細 其實沒有 就是他自然而然的就會落下來這樣 對那現在就會對我來講 就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困擾 就是你會發現我隨時 都要一直去擦我的眼睛 要不然那個就會就不好看 然後也會很不舒服 我其實有點後悔 對 因為我覺得 你看 我雖然沒有花到那麼多錢 但是你說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 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不會做 而且可能因為他往下割 我覺得他其實對我有點造成傷害 就是你一直撈 你的眼睛又這樣 有點往下垂 其實真的不是太好看 由於是這根本不可以夠醫療糾紛 其實是可以啦 就是說其實我們全台灣 大概每年大概其實會有 一萬兩千件的醫療糾紛 可是真的到法院的話 其實大概只有三四百件 那為什麼會比例相差那麼懸殊 是因為醫療糾紛 其實有時候要進法院 舉證上會有點困難 就是說到底醫生的過失在哪裡 這個一方面你要透過醫師的鑑定 醫療神異違的鑑定 二方面你還要證明說 你今天割壞了 對你造成什麼樣的損失嗎 就沒有感動就掉眼淚了 這樣怎麼要把它量化成金錢 對不對 所以其實為什麼後來 依舊在訴在訴訟上的件數 會跟實際發生的相差那麼少 是因為真的案件 真的這樣進了法院 有時候真的很難去審 當然不是不能告 不能告他 而且最近我們根據統計 其實像醫療行為中的整型的行為 已經躍升為醫療糾紛的第一名 刑事被告了 第一名就是醫療糾紛 那民視球場 其實第一名是骨科的骨科的手術 第二名就是就是整型的手術 所以這兩 其實整型已經 這個醫療的糾紛其實已經躍升了 應該不只臺灣 全世界都一樣 劉醫師你會在乎你的容顏嗎 其實我曾經想要去割雙眼皮 因為我的眼睛很小 因為我從小就單眼皮 然後 你這樣很好看 我曾經一直想要說我如果今天是這樣 我覺得你這樣拉手 卡到陰 你單眼皮好 你像像李炳獻那種有個性的 因為這幾年 韓劇流行 所以有這樣稍微吃香一點 可是小時候沒有韓劇 大家都是想要留德華的眼睛 我再看一遍 再等一遍 這樣會感覺很修化 這樣也是帥的 這樣會比較有神一點 但是這樣子比較溫和一點 比較親近的 我真的有想過 你是不是要用雙眼皮是不是 對啊 我真的想要 你不是割眼袋 你是要雙眼皮吧 我要雙眼皮 我是想要雙眼皮 對啊 你也是內雙是不是 還是沒有 我覺得我是內雙啦 所以我可以把它翻出來 可是我撐不了幾秒 那你要去找那個四十萬的喔 不會有糾紛嗎 所以你也很在乎 我比較在乎胖瘦啦 胖瘦 比較胖瘦 會表還好 不過多數人當然也都是 某種程度在乎自己的榮眼 那有些人是真的很在乎 就像買很多鏡子 我們怎麼樣能夠去除 對這種很在乎榮眼的焦慮 其實我覺得在乎榮眼 他們因為很容易有一些強迫症 或者是說可能會有一些負面的想法 所以如果要調整 第一個就是要調整 對自己外觀的一個重新詮釋 你要用不同的角度來看你自己 然後就像譬如說 像剛剛猶豫師那樣子 大家覺得猶豫師好 你沒去猶豫 就譬如說時代的變遷 流行可能譬如說原來大家流行的是雙眼皮 等到韓劇很風險的時候 大家又覺得單眼皮是很帥 然後很好看 所以怎麼樣喜歡自己的身體 而不會討厭自己的身體 那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改變的是 他怎麼看他自己的 我們說身體的意象 要把它調整成對自己從負向的變正向的身體意象 不然很多人對自己身體意象很不好的時候 譬如說他如果覺得他的牙齒不好看 他有可能都不講話 然後不把口罩脫下來 因為我真的有遇過像這樣 就是他絕對不脫口罩 沒有人看過他沒有戴口罩的時候的樣子 所以他變成他人際社交真的影響很大 所以真的要改變 要改變他們的想法 然後讓他們開始喜歡自己 喜歡自己的特質 然後慢慢去除掉那個容貌 的焦慮 是 可是鄭大哥 另一半也會影響 像我 像那個我一個朋友 他的老公就會 比如說跟他看個連續劇 就是說這個女主角的眼睛很漂亮 然後哪裡很漂亮 然後他會不自主地說 哪一個女主角很漂亮 或是他們的朋友間 哪一個很漂亮 他 而且就剛說 跟年起之後會有障礙 那那時候我年紀比較輕 這一個姐姐 他已經年紀比較長了 他就常常聽他先生這樣講 他就開始有焦慮 他覺得我老了 然後他就去割雙眼皮 結果割了 真的很像 糾吉 用糾吉形容 真的 割得超級無敵失敗的 然後為什麼是糾吉 因為他把它割得很大一條的 那個雙眼皮 而且他已經 他剛開始醫生跟他說 大概兩個禮拜就會消腫 可是兩個月之後 我們看他都沒有消腫 變法國牛蛙 對 就很大一條 然後很不自然 然後他就很焦慮 然後就一直跟他老公說 我不想活了 你一定會有外遇 我不想活了 你一定會有外遇 他的焦慮 來自於他愛他先生 他很擔心他的外表 對 先生稱讚老婆 讓老婆有信心 反而就過關了 對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明告 Đ갱形講 晚安 晚安